你們那個 你們的那個 我看很多人都用Maker筆電對不對 你的Maker筆電有沒有 你的Maker筆電是Intel還是Arm的 Arm的 是Arm的嗎 那你們有去 你們有申請VM嗎 沒有 沒有申請VM 哇 因為有可能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會有部分的Image 會有問題 那個X86 因為你是用哪一個 你是用哪一個 我是用M1 我知道你用M1 但是你的虛擬機是用什麼 我是用Docker Docker好像可以用 可以設定那個平台 Docker可以設定平台 就是 如果 如果 如果那個 因為那個 我這樣講就是 就是他用 如果你們是用 Pearl的話 他的就是那個 Pearl desktop的話 他是說 基本上你們的那個 Virtual Machine 他是說是不能 是沒辦法 用Intel的 那個機器裡面 本身是不能用Intel的 就是 就是 因為 因為 有些 有些的 有些Image是不能 有些Image是 是他可能只有做 Intel的 就X86版本 他沒有做Arm的版本 所以可能會有 部分的東西 會失效 就是部分的東西 他可能跑起來 不會那麼理想 那 我看一下 你們的筆電如果是 Arm的版本 可是沒有 沒有那個 申請VM的 就過來一下 有嗎 就是沒有申請VM 沒有申請VM 然後你的 然後你的 筆電是Arm的 好 那就歡迎大家來參加這一次的 Whatshop 那 今天我是 好 那 那 今天就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CMTUG的Whatshop的議程 好 那 如果你今天自己有 那個 就是 就是 因為 今天的 今天的內容 會大部分都是在 就是 如果你是有用 Maker筆電的話 他的 那 假設又是 就是 M系列的話 就能 可能今天會有一些 Image 會有 沒有申請VM的話 有些Image 會有問題 就是 這個要關乎到有些 有些作者沒有做那個 on-base的版本 所以就 如果等一下需要的話 就 中間空檔時間就 就跟我講一下 有 因為我們還有備用的VM這樣子 好 好 那 那 那 我先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我名字叫 Tico 那 現在 現在 也是 也是 還是個學生 還是個 碩士生 還在寫論文 然後 然後 同時也是 公司的 就是 那個 擔任IT 然後還有 SRE的工作 然後 上面 這些都是 大部分 打上 這個名字 大部分都找得到我 好 然後 然後 我個人網站 我個人網站就是 就是 常常就是寫一些 就是 不定期去發一些文章這樣子 然後 現在LINKING的話 偶爾回去稍微介紹一下 cloudnetative 然後 會稍微撰寫 就是撰寫一些英文版 英文版本的 對 好 那 今天呢 我們就來說 我今天就來說一下 今天就是來說 為什麼要選擇 用podman的 好 現在我們podman好像 看滿多訊息 就是說 我 提倡大家都要使用 可是 可是似乎就沒有像 我覺得好像沒有像Duck一樣 這麼普及 所以我今天就 自己來學習 然後來 來這樣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 那 那 那我就會有來做一些應用 那我就會做一些應用 像是 像是 那個監控 我大概 大概 之前 在公司比較摸多 摸比較多都是監控方面 所以 就會去 然後就會去用這些應用 這樣 用Promi修斯 跟 那個 Grafana Glidebox 這些東西 這些套件來去整合 怎麼去 自己去做這種監控系統 這樣子 好 那 在這之前的話 我們就先做一 做 我們現在要 稍微做一下 我們自己的工商服務 這樣子 好 那 我這次的使用機器的話 是 是那個 使用CNTUG的Invalence 所以 所以我們 但是我們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可以開放給其他學生 或者是 或者是給社群成員測試 這些架設服務 然後 然後 包含提供給開源社群 然後 也用用於這次的工作坊活動 有包含這一次 就也都是用 Invalence的部分 好 那我們大部分的服務 都有提供大概 就是有提供一些 雲端常見的東西 就是虛擬機器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Block Storage 就是一般的儲存 然後或者是物件儲存 A13那類的 也有支援 好 然後網路的話 就是 就 就也有 我們也有 公 其實我們也有公網IP 然後也有支援 Low Balancer DNS 或者是 GPU Server 都有 那使用案例的話 其實就 就 其實我們在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其實就有人 大概去 整理這些 怎麼去 怎麼去結合應用 那甚至有人去 甚至 像 像那個去年的鐵人賽 就也有人去 寫到得獎 好 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也有寫到 就是我用他們的機器 來去寫到得獎 也是有的 那也有其他團隊 在去做使用 使用這些機器 好 然後 然後 如果 如果 這些 申請機器 有一些 可以 可以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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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自己想要玩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就是 直接 上瞄進這個網站 然後 就 我們就可以去 申請Invalence 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有 你有想要 自己辦 Whatshop的話 也可以 直接 申請 這也是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然後 如果你有些 如果你有些 想要 支持我們的話 你也可以 按下 按下 贊助Invalence 就是 可以 支持我們 走得更 更長遠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今天就 那我們就 開始 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選擇 使用 parman 這個東西 好 大概都聽了蠻多了 就是其實 其實 如果去網路上搜尋的話 你們有 有去網路上搜尋過 為什麼要 使用 parman嗎 有去 找過嗎 有找過的話 大概都什麼原因 對 root的權限拿掉 這是其中一個 還有嗎 其實不止這些 其實不止這些 這個是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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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 Squim 拿掉 Duck Squim 對 Duck Squim 應該 Duck Squim 是他的 那個 Duck的 核心 喔 對 好 其實就 其實他把 就是他把 我講另外一個 就是他 他講 他是把那個 Duck的那個 背景程式 拿掉 就是他 背後已經不存在 任何的 背景程式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 就是 就是可以 後面是不需要掛 任何 Duck的 那個 Duck的那個 Curnal在裡面 也不是Curnal 就是他的那個 那他那個 他那個核心也不用 一直掛在後台 這樣子 好 那 講一下 Duck的缺點 就是 因為 Duck DuckDemon是 這程式是用 root執行 那其實他的很多 container 其實都是用 DuckDemon去操作 所以 其實這個 DuckDemon一掛掉 他就會跟著 全部都 container都會跟著關掉 所以 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蠻危險的 的部分 好 然後其中另外一個是 DuckDesktop 其實他是付費軟體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Duck本身 開源 可是 他的 Desktop 是付費的 而且 他在 他 我記得大概 250人以上的公司 或者是你的營收 有超過 一定的量的話 他就要跟你收錢 對 所以這個 他其實是一家演藝公司 所以我們今天呢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使用Pugman 因為 他在 首先第一點 你在使用Pugman的時候 其實他的 他的那個指定 其實大部分都跟Duck操作 類似 而且 而且其實 而且那個 Pugman的也支援 8人的揮出 這個其實在 其實在 Desktop的Extension 才有 就是他本身 本身 本身 Duck的COI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然後在 Root的權限的話 也能使用容器 那我們後面的 RootNets 會體驗到 那 雖然他跟Duck Duck一樣 有Socket 但是不需要 就是一直把它打開 然後他也是一個 無背景程式 是Demon List 就是不用擔心 DuckDemon 刮掉的問題 好 大概是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前 就是稍微 做個簡介 好 那 那這些 這些套件就是 參考一下 就是因為我這個 大部分都是 都是時間環 就是時間環境 做出來的 然後 Potman的話 我記得今天早上又更新了 反正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 好 那現在就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們現在都有連到機器了嗎 VM都可以連到嗎 或是你們有系統 都OK了嗎 都可以連線齁 如果都可以連線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 skip掉這個部分囉 我們就是直接 直接那個就是 下面的連結 把這個專案 clone下來 我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都打在這上面了 就是我們的 就是 就是 那個今天就把我們的 的那個專案 今天的專案就是 擺在這個地方 我 我看能不能放QR code 等我一下 我的GitHub上面 然後 然後在 然後我應該有把它公開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你們就把 那個上面的 上面的那個 那個 我的那個report上面 就直接clone下來 就在 就在那個 引發 就在我們的VM上面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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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用QR code看 要需要用QR 到QR code嗎 還是不用 還是你們用 你們就這樣打的 連結在那上面 他連不到的跟我講一下 好嗎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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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舉手一下 好 好看起來大部分都OK 那齁 好 就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把我們現在有的東西都已經 clone 下來了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的 我們下面就有寫上我們的Lamb 好 那我這邊同步也開一下我這邊的 這邊的另外一個畫面 這邊的另外一個畫面 好 那首先到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這是我們的 workshop 的今天的東西都在這上面 好 那首先呢你們就可以先 就是在準備這邊 準備這邊你就點進去 你們就可以看到說今天有哪些東西要操作 那首先呢我們就把 好我們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 PODMAN的話其實在 在那個 武邦兔那邊的話是需要 他可以抓在22版 我記得大概20 20.10 20.10還多少 反正我記得就是 版本之後是可以余設抓到PODMAN的 可是 他的套件會比較慢一點 我記得我抓下來那時候是3點多 那今天我們操作是用4以上的版本 所以就是 就是先我們就打上我們的 的那個 我們就加入我們套件 就是apt-key-reads跟 source-list 然後 跟 就是安裝PODMAN才會是最新的 好 然後 在下面的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來測試一下他的 PODMAN的是否完成安裝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我們就 你們就先做到這邊 先做到 就是先做到你們都 可以把PODMAN的都可以安裝完成這樣子 那你們也可以直接開Github的頁面 對 你們就可以直接 按下那個複製指令了 那那個會比較方便一點 還有 遇到問題的話也可以舉手 好 我把 套件 安裝一下 是 你 好 確定一下你的 它Main的可能就是要四的版本 就是不要抓到三的版本 然後Ruthless的話可以 後面再裝也沒關係 如果就是 其實也可以直接順便裝了啦 因為 但是我們就是到後面才有用到的東西 有人操作有卡住的嗎 都OK嗎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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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前面能不能关 不知道他会不会太暗 看一下 这样会比较明显一点 好啊都安装成功了吗都可以吗可以的话就帮我举手一下 有人卡住了吗 没事我卡住的是网络 卡住的是网络 OK 那没关系因为我其实其实我指令都慢慢打在这上面了所以其实你照着指令打其实都是可以可以应该是都可以还原还原成功的就是我测的环境其实都可以还原成功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在在这边看一下我们就用pubman的来完成那我们今天我今天会就是我们我前面会稍微就是就是都是都用那个都用路程模式去跑的这样子那如果那时为什么我这一次这次会放到最后面来讲我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说明 好然后然后你们的pubman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打开来就是复制这个pubman是否可以测试安装就是我们去拉一个音笔局下来 然后你拉完音笔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说他下面就会让你选择 他下面让你选择的话就是因为因为因为你因为你的那个音笔局名称其实是达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前面都没有任何东西的 因为Docker他会预设是指行Docker嘛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开源的东西的话通常不会不一定是指定Docker有可能会其他的预设的音笔局 好那那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哪些他们是有的啊有些有些像这个Docker就要特别去选择他是抓哪边的或者是说你要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把它打完整 像下面的话就是我有把它把这个东西打完整 就是他是从DockerIO这样抓下来的 然后从DockerIO抓下来之后就是他就会去执行嘛 就是这个pubman的run就跟我们Dockerrun很像啦 他就是他就是很像嘛就是你看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的container name 那这个就是container name嘛然后然后后面就是port嘛这样子 然后呢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你就可以在网站上面去试跑一下看有没有这个8080port有没有出现 那因为我有设定我有设定那个我的port所以其实 因为我有设定DNS所以其实我应该我就我就打DNS就可以连上了 那一般的话你们就是打上你们的IP 就是打上你们那一组的IP 就是打上你们那一组的IP 就是你们103.1122还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那一组我在DNS上给你的IP你就打上去就好了 那测试一下可不可以连线 那测试一下可不可以连线 就是换成你们的IP 就是你们的IP 因为我已经设定DNS了所以你们可以换成IP 你们自己就打上IP 就是你们的你们的那个 我不是VM有给你们一组IP吗 那一组IP就打上冒号8080这样子 你们有开那个吗 你有开那个吗 你有用那个NNS吗 你已经把它STOP掉了 好再重新整理一次看看 好这样应该就看到了 好还需要时间吗 都OK吗 那我们就下一步咯 好那到这边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嘛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指定都跟跟那个 差不多大部分都跟原始的就是原本的大颗 大颗RUN其实都差不多的 好 那反正我最后 这边的话我就是可以把它 你就可以看一下PSA确定是有没有开启 那如果通常这样的话 应该就是可以连线了 好那我就 那我们就先来带就是往下咯 看一下现在时间 OK应该可以 好那我们就来到No.1 好那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Podman的话 其实就是目前移植的方式有 这几种 就是有最原始的Podman 跟Podman Compost 跟Podman Cube 好这几个都是 都是可以 这几个是可以使用 不过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会使用的是Podman Cube 好 因为Podman Compost 我其实之前已经有 我之前有做过了 但是Podman Compost 它有一部分支援没有很完整 而且它其实都是用 都是 都是 就是有点像社群自己去管理的 那他们的会 他们支援 他们官方比较支援的就是 官方支援的东西 是Podman Cube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Cube 其实是指的就是 Kubernetes 对啊 它其实就有部分都会接近 K8s的YAML 来做部署 所以今天的大部分教材 都会着重在 都会在 旁边Cube 去完成 这些部署的东西 好 那如果对 对于 对于 K8s不熟悉也没关系 那 那我们后面就是会慢慢去介绍它 我们去怎么去使用这 我们去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 好 那就会 我们就有这几个 就是Pod 跟Depolyment 跟Persistent Violent Clump 跟ConfigMap 还有Secret 这几个 这几个的话 我们后面也会再慢慢介绍 好然后呢 我们的 Promedius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接下来我们就讲Promedius的部分 就是它 它是最早是有SoundCloud的研发 后来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有 后来就慢慢就是从 就是2018年就是从CNCF的专案毕业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其实 然后其实它大部分都是 就是 它是用时间的方式来做储存 所以 它可以是记录 连续或是不连续的资料 其实都可以 就是 你要记连续的话 可能就是记CPU 或是Memory 还有它的网路 Network 那如果是 连续资料 非连续资料的话 可能像是Log 那不过Log的话 我会推荐另外一个 叫做Locky 那 这部分的话 我这一次没有Demo到 不过 我下午的课程的话 我会 我下午的 我下午会有Session 我下午在CNTUG那边有Session 会稍微讲一下Locky 他会讲一下Locky怎么做的 好 那 那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就是 之后后面问卷的话 也可以就是 签写回馈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 因为我们在 我们会用POD 我们用POD 来部署 Promedias 那 为了把资料 保存的话 我们会把 我们不 我们不 我们不占用 就是不要占用它的Temp的空间 而是用 用PersistentValent 来去 PersistentValentClub 来去挂载到 Container的 Promedias 好 然后 ConfigMap的话 会用在于 Promedias的设定档 这样子 好 那 现在呢 我们就 就可以来操作它的 就 接下来就可以 就回到 回到操作 就是我们 就是从 Lamb1 就是你进入到 Lamb1 进入到 会有 它里面会有 什么 AttentionmentCube的 资料夹 我这边应该都先开好了 好 AttentionCube的资料夹之后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那个 他们 我的那个设定档 设定档 其实这边都写好了 我们后面会 会讲解 它是怎么 运作的 那这时候你如果 那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 写上去 好 那 接下来呢 你在 在 接下来呢 你在你的那个 你自己的 网址上面 应该就会看到 ProMidi的 是在 就是在上面了 好 那 那我们就操作到这边 那就等一下 我会再讲解一下 YAML它那部分 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有卡住的话就举手 可以吗 OK OK 脸线吗 可以吗 可以 他不能 他不能 这边的话是因为 因为 他的那个 CombinMap 他 在这里的话 他要 他要跟 他要跟那个Pod 绑在一起 他不能 他不能像Kubernetes 是可以单独设定的 可是 这边的话 你只能 再回到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我那个 我那个说明页 不要看 对 我在LAMP1那边 有些 好 下来一下 就是 会有 这个 就是 因为它 因为PublicMap 它不能单独设定 它在旁边 不能单独设定 所以你只能让它 放在一起 真正在一起 对 好 好 看就看到了 OK 可以吗 就是 他说 CombinMap 没有这个会 噢 Comb 不是 我现在在Local 因为我没有填表单 你这个机器是哪里的 你这个机器是哪里的 呃 是Local Local的 Local的 等一下 你中央是哪个版的 呃 这个的话 哇 是台型的吗 应该不是 不是 我不晓得这边它有没有 我不晓得MAC它有没有支援 他会有这样 那不然我 都OK吗 不是因为这个 太久没升级了 因为我那个 本地太久没升级了 所以他升级到哪一下 啊 OK 都可以吗 没有申请VM的话 那我 那 那 你来前面一下 我给你一下VM机器 好 可以 还有 好 好 好吧 可以 都可以吗 还需要时间吗 还是要时间的就举手没关系 可以,可以嗎? OK 我用我自己的機器 然後 他那個tunnet是不是不能裝在LX4 我沒有試過裝在LX4 應該是,應該我是沒試過 我實驗的環境都是用VM去做的 好,那 他如果大部分都OK的話 那我們就 就繼續啦 好,那我就先來看一下他 這邊的話他有幾個設定 可以看一下 那你們接下來可以點到 好,就是 在我們的attachment的話就可以看到 attachment cube 就點進去裡面就會有我們的設定檔 好,然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講解一下 好,那我們最基礎的 YAML的話會有這幾項 就是會有API version 就,這個大部分是 潛接KBiOS的設定 他通常設定為V1這樣子 然後KIND的話就是 就是說這個YAML是 設定檔是哪個類別的 好,然後MetaData就會給他說 他的名稱,他的Label 他的註解這樣子 其中某些註解 會看特定的字串 就看說明文件有沒有去特別寫這一塊 好,那我先講一下ConfigMap 那ConfigMap的話 它可以用成 其實它大部分就是一個 就是存文字去儲存的 那你可以用環境變數 可以用在環境變數跟 Valient 就是資料卷 那通常除了存文字以外 還可以用二進位檔案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他的API有寫 那環境變數的話要怎麼使用 就是 就是他在這邊有ConfigMap 他會有設定一個叫做 VOOT的這個變數 然後還有他設定VAD這個 他的這個 Key跟Value 然後你在做 你在做Container的時候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用 EMVFrom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這些名字 就可以把那個 他的那個 就是把這些 這些都當做環境變數這樣子 那或者你也可以自己設計 一個一個對應這樣子 那如果設計成一個一個對應的話 他就會變成是說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跟 跟設定那個 他的那個secret 他其實可以跟secret一起用 這只是簡單一些搭配方式 然後如果變成資料卷的話 變成VAD的人掛載的話 就會變成檔案內容 好 那像今天的範例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說 它是用一個Promedius YAML 這個名稱 然後設定的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的那個 底下呢就會 就會用POD來去掛載他的 就會就會 他的POD當中的 巴人就可以去 去掛config map 然後最後 再有container的 巴人Mount 來去掛上去 好 那我可以看一下 這個檔案裡面 檔案裡面大概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這邊就先寫 config map config map寫完之後 再給他去做掛載 就是這邊就會是寫到他的名稱 然後上面就會寫他的那個 就是對應到他的巴人 那所以 在你們的那個container裡面啊 欸 我有斷線的 好 我確認一下他的機器應該是這個 然後我用ES 可以用那個 ES EC進去 等一下他沒有用Bash 他只有SH 好 然後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他的 我剛剛掛了一個ETCD 不是ETCD 就我剛剛掛了一個 設定檔在裡面嘛 ETC 然後Promedius 這個是 就可以看到我剛剛 我裡面設定的內容這樣子 他就會被掛在到 他就會被掛在裡面 他就這個檔案嘛 好 然後呢 你在這邊的話 好 這個是 這是巴人的部分 然後 然後呢還有另一種就是 另一種就是 用Position button去掛 就變成是說 我們就開一個空間出來 那如果你是在 K8S的話 就會有 對應的PV跟PVC 那Promed的話 他已經簡化成用PVC 來去做資料儲存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他其實這一段的話 他就會去看註解了 就會去看Driver 他是設定為host 來設定到哪邊 那如果你是 然後如果是root root的話 他會預設會存在這個位置 對 他會存在這個位置 好 那這個就是他簡單的設定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就是承接 K8S的設定這樣子 好 好 我已經宣告了就是 要有個 Promed data的話 我們設定了Promed data 然後 我們的Valent的話 就可以掛上我們的 PositionValent Clown 然後他的Clown name 就是Promed data 然後最後在Container裡面 就是設定他的資料 就存在到哪邊 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第一個部分 好 那前面會比較多啦 就是 接下來的話 他其實很多都是跟 跟 其實這邊 就是這個Dock 跟 K8S的設定 會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你也可以自己去 改寫他的Entry Point 跟Command line 這樣子 好 那我 那我時間 時間先 那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 簡介到這邊 這個就是他 通常我們的Pod 通常會掛一個Container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都 都可以嗎 那我們就 有人會開來Number 1的嗎 可以齁 我們就到第二張囉 好 那我們第二張的話 就是我們要開始來設定 我們的前端了 好 我們的前端的話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Promedius出來的話 它會是長的像這樣子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搜尋的這個界面 然後 可以按下它的Matrix 就是問它Go的版本啊 還是問 它的 它Promedius是不是準備好了 這樣子 它就會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用啊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因為我們的Grafana 就是 就需要我們Grafana 去登場了 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還蠻方便的視覺化工具 可以用 InfluxDB 或是Lowkey 還是MySQL 或Promedius都可以修 那 那通常常見監控做法 就會像是 就會像是 剛剛前面的Lamb1 那張圖 OK 那我們就是 來實作一下 這個Grafana 怎麼去操作 好 那我們就把 就是 那我們就進入到 Lamb2這個資料夾 然後 然後 我們就 就是我這邊有 附件 就是有 Cube這個檔案 有Cube的資料夾 好 然後這邊的話 你就把 因為我這邊 那個Grafana的檔案部分 我有自己去設定它的 我有設定它的 Root UIL 所以你也可以去改 就是 就可以去改它這樣子 好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 Grafana 就是它的Server UIL 這個 如果你這個設定會卡住的話 也沒關係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刪掉 這只是在最後 我們在呈現的時候 會 會 會稍微有點 就是會 就是會 可能會有 不是你 不一定是你預期的 但是其實它大概還能做 這邊的話 我可以把它設定為 就是我自己的連結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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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 你就可以 然後接下來 我們 因為我們要設定成 secret 它secret的話 必須要 把東西 繼續要把你的內容 轉成 Base64 所以呢 你可以把你的 所以 你就把 你把你的帳號跟密碼 一開始 預設帳號密碼 可以轉換成 Base64這樣子 它就會大概像是這樣子 假設這個 假設這個 alimin是帳號 那它出來 結果會長得像這樣子 它一定要這樣打 一定要是 echo 然後 然後 -n 這樣子 好 然後 後面帶 Base64 它就會轉換成這個 子串 然後 你轉換後的子串呢 你就 放到 secret裡面 就把它貼在這邊 然後 密碼也是 那密碼的話 我這邊都先 設計好 對 設計就是買Password 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不需要變動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是 就直接 就是直接往下走就好了 然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 啟動 用Gavana 那我就先 到Gavana那邊 嗯 嗯 等一下那個 repository url 位置 嗯 教材的位置 是在我的P-Harm上面 我幫我打好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有操作BM環境有卡住的嗎 可以嗎 有操作BM環境有卡住的嗎 沒有 這是在哪裏 沒有 這是LOC LOC OK 但是LOC 升級太慢了啦 現在才剩7、8而已 可能會等到一個小時 超過一小時 LOCAL的話 它的那個 因為我這邊大部分 都是Linux LOCAL的話 可能會有點 會 就要 就可能會不一定會有 想要裝潢 不一定是你的影響裝潢 可以嗎 看一下可以登錄啊 第一部跟第二部 第二部有畫面 第二部有畫面 在這裡 有畫一個 1 1 2 2 2 這邊嗎 這邊 我自己打VI 就打你的 打這個IP 對 然後點不上嗎 對 因為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是不行的 現在不行 對 我不是 3000嗎 看一下 速度 你以為 你就看一下那個 Podman的PSA 看有沒有 那個 就是 Podman的PSA 用那個 Root的權限 PS-A 對 你在從 你 欸 看起來是好的啊 它啟動會 好像啟動會比較慢一點 看應該有了 鬼巴拿啟動會比較慢一點 嘿 因為第一部 我看你第一部就可以看到那個 普羅米修斯的一些東西了 對 但是你這邊好像沒有 我好像沒有放IP 所以我不確定你是怎麼 連進去的 因為我看到你有個連進去的動作 連進去 你說普羅米修斯嗎 嗯 你 你打上 我設定到9090IP 我在設定到9090Port 那是設定到9090Port 我 我在這個地方有設 這個檔案有設定9090Port 可是你沒有對外 有啊 有有有 你去打 你去打9090 就會有了 有 現在算是正常用 蛤 喔 你是高雄沒有在用嗎 有啦 有有有在用 有 因為我怕 有沒有錯 沒有 我們ok而已可以 沒問題沒問題 所以這邊頭的畫面是對 畫面ok 嗯 所以頭的畫面對 這畫面對 好 謝謝 嗯 有嗎可以連到 可以連到齁 還需要時間嗎 好那我就繼續囉 好 那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再加錄一下那個 DataSource 就是我們的 Promedius的話 他的 他的那個 Data 他就是因為我們的 Grafana 其實他不會馬上知道說 有Promedius這個東西 所以 你必須要幫他設定一下 就是 在他的左側旋 他的左側旋 當然會有個Connection 然後去 去加入他的DataSource 好 那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 可以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在我們的 YourConnection 然後 加入到 DataSource 按下 Promedius 他就會加入 他就會跟你說 他的那個 DataSource 你加了嘛 然後你就打上 連結 就是Promedius 然後 打上我們的 9090 port 然後 就直接 往下拉 然後 按下 Save and Test 就可以 使用了 這樣子 好 然後 我先 你們就邊操作 那我就邊 講解一下 好 到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到 我們這邊已經安裝 葵發納了 那 那我們 我們跟Level1 都相比的話 我們就是多了一個secret 類別 那secret的話 在 在這邊的話 他是 他其實是可以用加密的 只是 Base64 他是編碼 他不是加密 所以底下的用詞 都會是用編碼跟解碼 而不會是用加密跟解密這樣子 好 那他其實 他secret的話 是可以存放機密資料 你需要有隱私的東西 像是密碼 Token 或者是TLS Key 就可以使用 好 那 你在 Base64 我剛剛就說了 他其實並不是加密 但是他其實本身是可以 做 這件東西 等一下後面會講解 他其實就是 ConfigMap 也可以跟ConfigMap 就是使用於環境變數 或是掛載到Valance上面 那 其實像這邊的話 就會可以用 這邊的EMV 我就設定 設定為GF Security 這個是官方文件的說明 就是你可以根據你的 就是他可以用環境變數來決定 然後你的secret 然後這邊打上你的secret name 那我secret name是GFSecret 然後username 就會對應到上面的username 這樣子 那他就會去自動去對 他就會去把 你原本這個東西 Base64做解碼 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有去翻 我有稍微去翻過 他的issue跟程式 那 其實在他的driver上面 似乎是有 是有其他的driver 在使用PGP加密 那 是有實作 但是好像沒有寫上文件 這樣子 所以 最正有成員 才去把這個東西給補上 這樣子 那 你也可以去使用看看 可以去使用看看 他其他的東西 那 一般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沒有 在這邊的話 會比較像 他是用 有解碼的ConfigMap而已 那 其實是 其實K8S預設來說 其實也是 就是他預設功能 其實他的加密 都是關閉的 除非你要去設定 他的靜態加密 這種東西 才會 才會有那種 加解密的功能 這樣子 就是變成是說 我在 我跟 我跟那個 K8S的ETC 可能在儲存 我儲存進去 就是先加密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 會做解密 這樣子 好 那講到這邊 有滾發納沒有安裝好的嗎 都OK了吧 還需要時間嗎 哪裡有插座 這裡 應該沒有插座 前面那邊有插座 前面那邊有插座 前面那邊有個插座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囉 好那接下來就來到Lamb3 Lamb3的話就是 他其實叫做 我們可以用一個套件叫做 就可以來實測一個新的東西了 就是 就是我們用一個叫做 Blackbox exporter 它其實意思就是 黑盒子 就是起源於 就是因為它其實有一個 其實叫做 黑箱測試 就是Blackbox testing 這樣子 那你通常 你是在裡面 是看不到過程 你就是 你通常就是有點像 就是有些程式競賽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就是 他只給你測 他會給你測試資料 可是你在測試資料 你是不會知道的 然後你就只能知道 輸出跟輸入 他只給你正確或是 正確或錯誤 那其實跟這個過程一樣 你只要知道 目前服務是好的還是壞的 好 那他其實 Blackbox exporter的話 他其實可以支援 http跟https 那檢測方式的話 可以自行撰寫 好 那 那 那我這邊的話 也會教大家怎麼去使用 Blackbox exporter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可以用來測我自己家的網站 我等一下會讓你們 因為等一下我測完這個會家的網站的時候 我們後面會有 會有那個 會有那個 Eller Manager 可以來使用這樣子 那 你就可以去 就是讓他去連線到我們那台機器上面 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我就 我就檢測到說 如果這個網站下線的話 他就要發警報給我 那我們lamb5會試做這一塊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實測啦 就我們再來實驗 就是我們Blackbox exporter 怎麼去安裝 其實我大部分這邊都 幫你們都先準備好了 就是 就是你們的那個 就是其實剩下的東西 你就是把 把它去 去 基本上我這些東西都已經整理好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實測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有先裝好了Blackbox exporter 就是我們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 這邊的話 都就是 Blackbox exporter 我們就是把它給 就是把它 給裝進去就好了 因為如果 因為其實這邊我不會 深度講太多Blackbox了 的 太多東西 大概就是 只會 簡單介紹 就是 這個套件可以去用來檢測 你的網站 可以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啟用我們的 Blackbox exporter 那它其實可以不用掛 發了 你就直接 直接把它啟用就好了 然後 然後它就是 然後其實Blackbox exporter 它 它 裝完的時候 其實 就是 我先 我先把它 先demo一下它的 頁面 我記得它的 Port應該是 應該是 Blackbox exporter 它是用9115 所以你 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 你就可以打上 9115 這樣子 應該就會有這個東西 它就會有一個頁面 這樣子 裝完了會像這樣子 可是 我們這樣子還沒有結束 我就必須還要去更新一下 跟Promedius講一下 就是 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做那個 我要做那個 就是 用Blackbox來幫我去檢測這個網站是不是好的 所以 所以 就會用到 所以我後面會做一個更新 我 對於Promedius 我也做一些更新 那我後面會講解 那Promedius這邊會去 就是 我家這邊設定檔 就會去講說 就是我要去搜尋 搜尋 就是我的網站 我的Blackbox的東西 用Blackbox來幫我檢測說 這個網站是不是好的 這個網站是不是好的 那如果要看到 他是不是有抓成功的話 其實你看一下 BlackExporter 他這邊就有跟你講說 他最近去檢測的紀錄 他檢測到這個網站是不是好的 這樣子 好 我先 先坐到這邊 我讓他設定一下 他的 他不要讓他睡眠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他... 他有說他進到這個資料講 他進到這個資料講 然後... 我是很像LAP外 然後對我想要想 這邊要想想想 對 LAP 然後... 3.44 要做更新 要做更新 不是不是 APT的那個比較晚 他的那個...APT的那邊會比較慢 那我們這邊要做的是試的版本 所以這邊會加入一些 加入suset的一些 對 suset 可以嗎? 應該是按下去就好 沒有要選擇 要選擇 DataSource 對 按下Import 那我不知道 問一下 1492吧 這個... 1492吧 1492吧 他其實是一個 他其實這邊是 這個是那個 去從葵花納的網站上 去抓別人的喜好 的lashbow下來 那... 對 他就是一個模板這樣子 對 他就是一個模板代號這樣子 然後有人 好像有人做到後面了 那你就可以 如果你比較快的話 你就可以先做就是... 就是... 我們把... 我們Dashboard的... 可以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借助別人寫好的模板 因為有人一定... 一定會有熱心的人去幫忙去拉好模板 那... 那你這邊就可以按下... Import 就是在葵花納上面按下Import 然後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那個代號是... 代號的話就是別人... 有其他人幫忙去寫這個代號 就是... 應該不是寫幫忙寫這個代號 應該是有人去上傳這個Dashboard 然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代號來去... 使用他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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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Load之後... 你的Promedius就選擇... 剛剛加入的... 你的那個... Promedius的DataSource 然後按下Import 好... 這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OK嗎? 可以嗎? 還需要時間嗎? 還需要時間的就舉手了 看起來大家都很快 好... 好... 那我來講解一下 就是... 在我們裝完了... 在我們裝完Promedius的之後... 在我們裝完Exporter的時候... 其實Promedius並不知道他的存在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要設定給他... 給Squads Config 那其實就在... 我其實在另外一個... 在這邊... 在我們Attentionment裡面...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 資料夾... 叫做Promedius 這是他的原始檔案... 這樣子... 那他的... Scraper Config的話... 就是... 就是... 代表就是要給他... 去抓... 資料的... 的那個... 的工作... 好... 那我把他設定為... 他的BlackBox... 那... 他就會去根據... 那MetricPath的話... 就是... 他會去找... 哪一個... 他會去找... 哪一個... 哪一個... 這樣子... 好... 那他下面就會有... 就會有... Parameter跟... 那個... Target... 就是代表是說... 那個... 我的... 變數跟... Target是要丟哪些... 那如果你的... Target有很多的話... 那你就... 就會... 就會去寫很多... Config了... 那他其實就是用了... 另一種... 一種... 一種寫法就是... MatiTarget的寫法... 就是... 他可以透過... Relabel... 來去做... 那他的原理... 是怎麼樣子呢... 我下面就有... 講解... 就是... 因為他的原始連結... 會長得像是... 這樣子... 他會長得像是... 我的... 我的連結... 然後... Probe... 這個... 這個東西... 可是... 可是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應該是要去找他的... BlackBox Exporter...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 如果你要用... MatiTarget的部分的話... 那... 就是... 如果你有... 同時會有很多個... Target去搜尋的話... 你就可以用... 他就可以用... 這個... relabeling的寫法... 那首先... 他的第一步呢... 就是把他的... address 的這個值... 換成... ParameterTarget... 所以... 他的結果就會... 目前就會變成... 就是說... 他的這個... 他的... 後面就會加了一個... Target的... 這個... GET的變數... 然後... 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 Target... 取代成 Instance... 就是... 變成 Instance的話... 他會變成... 就是... 變成我的這個... 名稱...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呢... 第三步呢... 就是把... address... 改成... BlackBox Exporter... 所以... 最後呢... 他就會像是在... Promedius... 你... 如果你在... Promedius... 有看到他... 擷取成功的話... 他的... Target... 應該會寫... 白Box... 然後... 就會跟你說他的... Target... 是誰... 然後... 他的 Instance... 是誰... 這樣子... 那... 那我們做這些... Label... 我們... 對這些... 他的... 那個... Promedius... 他的變數裡面... 做一些 Labeling... 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我們就知道說... 我... 我後面我要去... 我後面我要去... 這 Instance... 這個... 我這個連結是不是好的... 那我就只要下這個... 指令... 而不是下 Black Spots... 這樣子...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 Mati Target的寫法... 那... Gafana的 Dashboard的話... 你... 就是上網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有沒有人寫好的... Dashboard... 然後... 拿下來修改會... 會... 會比較簡單... 這樣子... 好... 然後到... 到這邊就是... Lamb3... 都可以齁... 那我們就到... Lamb4囉... 好... Lamb4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可以... 這個... Lamb3是用來... 檢測... 其他的網站... 那... Lamb4的話... 是可以拿來... 檢測自己... 就變成是說... 我自己幫... 我... Pubman... 我可以用... Pubman Exporter... 來去檢測... 我自己的... Pubman... 它的 Container... 是不是正常... 還是怎麼樣子的... 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 Pubman Exporter的話... 它是可以把... Pubman裡面的... Container... 跟Pod... 還有它的... Image... 跟... Valent... 還有網路... 就是Networks... 相關的東西... 就變成一個... Matrix... 給Pubman... Pubman Exporter的話... 它是要... 用... 用在那個... Pubman的... 4.0... 4.0以上的版本... 才可以... 才可以使用... 它支援4.0以上的版本... 好... 然後... 如果你... 它是... 如果你裝在... 它這個東西... 我會實測是... 你必須要... 開... Pubman socket... 就是... 就是一定要讓... 它這個一定要開... 然後... 然後... 對應到... Container內部... 好... 然後呢... 我們的... 然後要怎麼去實作呢... 其實我們... 到現在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 其實如果你直接去看... 它的... 它的... Pubman的... 一些System東西的話... 它其實都是... 沒有用的... 就是它沒有... 去把它打開... 其實Pubman還是可以運作...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它Pubman的... 都是... 都是關... 它其實都是... API socket的... 都可以關掉... 那API socket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在... Docker這樣... 它其實是可以... 我記得它可以用... Docker來互動... 那... 反正... 它其實是可以... 不需要使用...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 我們這邊... 就是... 如果要用... Exporter的話... 它這邊是需要... 先把它啟用... 好... 然後你就確認一下... 它是不是... 已經... 完成了... 用Status來確認...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用... 我們就... 安裝... Pubman的... Exporter... 跟... Non-Exporter... 就是... 有這兩個東西... 需要安裝... 因為我們的... Exporter的... Exporter... Pubman Exporter... 主要是會少... 只會是... 只要會少... POD的相關內容... 那... Non-Exporter的話... 會主要會找... 這個... VM... 這個... 整個... 有一點差距... 我現在... 先來... 先來... 實作這樣子... 那... 我們到... Lambus 4... 裡面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把... Pubman socket... 打開了之後呢... 你可以執行上面... 就好了... 啊... 下面這個的話... 是... 開機的時候... 會執行... 就是... 開機的時候... 自動啟動... 這樣子... 可以不用加... 沒關係... 好... 然後我們就... 就把... Pubman Exporter... 跟... Non-Exporter... 都... 裝上去... 好... 中文了之後... 其實... 其實... 你接下來就可以在... 在他的那個... 你可以看一下... 他裡面... 要... 要從... 我那個... 我那個... Port都有錯開... 所以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的那個... Pubman Exporter... 他會在哪個Port... 他在9882... 然後... 另一個... Node Exporter... 他會是在... 9100... 好... 然後... 你... 走到... 9882的話... 他就會... 來到這個... Matrix... 就是... Pubman Exporter... 點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 現在的裡面的... 所有... Pubman的... 現在有的資料... 然後呢... 我們在... 然後... 接下來... 9110... 就可以... 打開來看一下... 91100... 91100... 他就... 就可以打開來... 好... 一樣他這邊... 就會有相關的資料... 那... 這邊的話...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 一下... 那我們... 就可以... 讓他... 把我們的... ConfigMap... 做一個更新... 就是... 讓我們的... Pubman... 可以做一些... 就是... 讓我們的... Pubman... Pubman... 可以去... 搜尋這些... 新的... 內容... 好... 那... 大概就到這... 大概就先到這邊... 然後... 都可以... 你們都...都有... 都可以嗎? 那... 嗯... 那個... 會入... 這個... 喔... 喔... 那個... 那個... JSON檔案... 那個再... 又... 然後... 在這邊... 都OK吗 可以吗 那个 910 应该910 node exporter 节点本他那个VM本身的 可以吗 OKOK 还需要时间吗 好那那接下来有人 原来接下来就还大门快乐 所以我就继续继续下去 就是 接下来在我们Dashboard 其实Dashboard我有稍微改了一点 因为他原本Dashboard会 会那个会有点 就是他有可能是旧版的 然后 我把它稍微换了一下 然后就是在我们的 Wordshop里面呢 有个档案应该是 Gavana 会多了一个叫做 Json的这个档案 它这个是Dashboard的模板 我有稍微改一下 然后你现在就可以把 把我这些模板 布置 然后贴到这个里面 等一下我忘记贴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一样就是选择我们Permelius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的 所有的那个 POD的运作状态 好那我这边就要稍微编讲解哦 它其实可以看到有可能有些东西 可能 可能有些不是那么理想 就是我们要稍微想一下 也就是像它这个 我记得我这个VM的disk是开30GB 但是其实这个数字是有点不太科学 这个数字是有点不对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等一下哦 我把回到前面一下 那我们在 那我们在这边 DiskPretentious的话 它我认为这边原本的设计会比较不适用 就是说因为 它是会把每个印象档的容量加总 然后除于每个File System的容量总和 但实际上它不应该是总和 而是可能是挂载的磁碟大小 可是这样子的话会计算到 印象档的容量 就是它其他档案是不会被计算到的 所以如果比较实用的方式的话 你是可以 你这边的话就可以自己去做修改 就变成是说 我会截取到File System的 它的就是这个档案系统的 它的可以用的大小 然后再除以它的那个 除以我的那个档案 可以用的大小 然后再除以到它总Total的大小 然后就取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变成是说 我把它倒过来就是变成是说 我的容量是 我的容量是就是 我只算就是我现在已经使用的 好 你就可以把这个叙述啊 就是在this percentage 那边有一个editor 然后你就可以把 它 这边 直接把它取代 好 然后它取代的话它变成 它因为它这边是取auto 所以的话 所以这边的min的话就设定为0 然后max设定为1 这样子 看起来就比较合理一些了 就是它的容量就会是这样 它的容量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会比较科学一点 应该总共占了18% 这样子 所以这边有两个设定 有几个设定需要调 这边要调整说它的 pramedia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它的本身的那个容量 然后它的那个容量的呈现方式 然后 然后它的min跟max把它改 因为它这边设定auto 可能它这边设定没有抓很好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帮它取位 就是0到1之间这样子 那就会整体数值 就会看起来会比较合理一些 就是可以算它的容量的 就节点容量这样子 到这边ok吗 那它其实还有一个设定是 还有一个设定是那个 partman exporter的一些预设 就是它partman exporter的预设的话 因为它们官网的说明 它们只会预设其用container 所以我在 我在我的那个args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设定档里面 args里面的那个 等一下 它忘记哪里 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partman exporter 就会我的args 就会做一些修改 就会对多了这个 那个dash a的设定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 因为这个是要对应到host的底下 它不是单纯挂一个partman就好了 所以就是 所以变成是说我的partman 我会用host pass 就会跟你讲说我的 我会挂载到系统的哪一个 哪一个资料夹底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再把它挂到 这个partman 好 然后因为 因为它其实本身可以支援 那个 user 那个rootless的功能 所以其实我这边是把它 但是我这边的 它的设计呢 是 如果你是要用root的话 那你一边就要设计为root 所以就是 这边就会把它强制把它变成root SecurityContext 就是把它设计 就是用root去执行 好到这边都ok吗 都可以吗 没问题哦 没问题哦 好那我们就 接下来就 继续 往下 好 然后我们的那个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那个 我们就已经 我们就已经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已经有打成了我们的dashboard 有拉出了 我们就有做自己做了一个 那我们记得要儲存 好那我们就是有做的blackbox exporter 跟 跟partman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这些东西都我们 我们我们现在我们这边都实际模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有些监控了 对 都有 都可以去监控这些东西 可是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要再缺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警报 警报功能 就是我们警报功能还没有做任何的实测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工具 就是prometheus 支援的东西 啊官方支援的东西就是我们的alert manager 好 alert manager的话它是一个prometheus 就是搭配的警报工具 那其实可以是支援email或pager duty 还是webhook telegram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依照你的几程度来去发送即时讯息 还是email通知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lamb3的bybox supporter来做一个警告的通知 就假设现在这个网站挂掉了 就是 这网站它down了 啊我等一下会 你们都连接好了之后 我就会去把它给shutdown 我就把这个网站shutdown 然后你们就看一下你们警报有没有出来这样子 好 然后 然后我这次的实验的话 有有几种啊 就是有的是telegram的话 我下面 我记得我下面的那个 receiver是有写好啦 那我不是没有测telegram 我是测webhook 那webhook的话 我会让它发送到 到那个我的discord的里面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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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去去按 我会去 如果你就需要用discord 如果你有discord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拿起来试一试这样子 好 然后 你们的就 就这个就需要拿自己的帐号去测试了 好 然后我们discord的话 就是 Elemanagerdiscord 其实也是有人帮忙写好这个东西 他们要写好这个webhook 所以呢 我这边就可以去把我的东西给 就是把我的连结贴上去这样子 那它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我先把它扯进去 好它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我们的 就是把我的 的连结 我把我的那个 其实我里面原本是写 你的webhookurl 就是有个字串是这样写的 它底下的字串是这样写的 然后 那我现在就把它换成我的webhookurl 那我就把它做个群带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就是我的东西都webhook 已经设定好了 它的连结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把它给启动 然后webhook 然后我们的那个discord的那个启动了之后呢 就是接下来就把我们alert manager 安装进去这样子 那它这边就会有 它其实这边会建议要你就是去把它做做position var 的呢 它其实是建议啦 它其实我觉得可用或不可用都没关系 都ok 然后可是可是 而的manager装好了之后 它自己是不会有任何 它其实才是不会自己去找 所以你要去帮它去更新它的config map 好那我就先做到这边 那那接下来的话你们的东西 接下来你们的那个promedius 应该是有alert manager 那它其实就会像 它这边就会有这个 这个界面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在 所以promedius的话就确认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alert 就会有一个inactive 应该会有一个绿色的 应该会有一个绿色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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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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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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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因为 然后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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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我们就 把它Skip掉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用 我就 因為我其實都裝好 因為其實剛剛Rootless的套件 我都裝好了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PubmanInfo 然後 然後GRIP 那個Rootless 我就直接這樣打 你就不要打速度 你就直接打 PubmanInfo就好了 就是單純的Pubman 它其實它的資訊就會是True的狀態 好 這代表是說我們現在的東西 這代表現在的 是可以用Pubman來去做 就是用一般User來操作Pubman的 好 然後呢 我可以用 然後接下來呢 我這邊會去做一個 我們這邊會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進到那個Attachment的Cube 就是 就是一樣就是在 一樣就在Lamb6裡面 Lamb6裡面我這邊也有寫 然後Lamb6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是用 我們就用Pubman的Cube 就是我們前面都比較熟度了 我們就用Pubman就好了 我們剛剛其實上面有去 前面有先抓那個 nginist的音域局 那 其實它 其實 Root跟RootNist 他們兩邊的 並不會互相打擾 就是他們其實 就是一個是 就是一個是開在 Root上面 一個是開在 User底下 所以他們其實 兩邊的系統是不會互相 他們其實互相看不到的 好 那接下來 我這個 nginist的話 我開在的是 8090 我設定到8090 所以你就打上Pubman的 8090 還有沒有 等一下 好 8081啦 我打錯了 8081 喔這個是開在8081 這個我文件寫錯了 是8081 看一下它的那個 hostport 它是8081喔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給 接下來我們可以就是 好現在 現在就是好好的嘛 然後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做 再做另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把 把這個設 對啊 我在這邊寫8081 然後 然後那個 然後Promedius 是8090 好 Promedius 8090 那它現在應該是8090應該也是可以用的 好 好它這邊其實也是一個別的系統嘛 就是8090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container這樣子 這是在 這是在 Roothing室底下 好我們確認一下 就是 我們用 parmain的 ps 這是其實 其實指定跟 Duck很像就是 ps-a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就可以看到 它的底下的 container 那其實它跟 parmain的 就是 速度parmain的 其實不影響 好 它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裡面開那麼多嘛 所以就 所以其實它 它裡面只要 大概只要hostport 不要互相衝到就好了 就大概就這樣子 好 它服務 好的嘛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它給登出 我就 我就 我結束了 我操作結束了 我把它登出 好 其實過沒多久呢 你的 你的 你應該 這個就是你的 你的開在user欄那邊的 你的那個promedius 應該都會是好的 就是你的那個 就是你開在root底下 應該都會是沒問題的 等一下 它也是好的 它的parmain好像 應該是8090 好吧 看來好像出了 我這邊 我這邊出了一點意外 就是 因為其實我這邊 如果是用 我這邊如果是用那個 用原本的taser的話 如果是用 原本的一般全線去操作的話 它其實會 它其實會變成這樣 它其實會變成是說 它的 它的container 會 會被 會被關掉 我再回去登錄一下 我看一下它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 其實在 如果是開那個 一般的user的話 我 因為我才沒實測過 因為我之前開了之後 其實它關掉 其實它關掉的時候 它 它的東西會被 自動 它其實會被 會被自動 砍清掉 可是其實我這邊 是自己實測是這樣子 啊 不過它沒有出現 那就 那就算了 因為我其實原本 因為其實它的那個 原本的root list的話 它其實會把 因為它 它有些 它有些那個 user space的東西 會被砍清理掉 所以就 所以它的那個pod 會被 會被 砍掉 啊 有可能應該是4.6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邊是 因為4.5的時候 是沒有測 有可能是 因為有可能是 今天4.6有改過這樣子 那我要回去看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你們的 然後root list的資料 位置的話 會是在local share的container 它會在這邊 就是在你的home資料夾底下 就是在你的home資料夾底下 local share container 然後在storage 然後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votum 底下就會有那個 Promedius的data 它就會在這邊 好 好 那我不曉得 這是bug 就是看起來 4.6.0 是沒有被kill 因為我昨天是看 昨天在前年測的時候 是 實測是被kill 掉的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這個是我們 今天的 今天的lamb 今天的lamb 那 好大概就實測 我想 等一下喔 回到我原本的 同一片 好 那我們其實今天呢 我們就把 我們用podman 來去做 做那個 做 cube yaml來去做 做那個 yaml來去做部署 其實如果你們 你們之後想要 它錄到kbys的話 就其實這些都是 大概都可以 就是不需要修改太多 這樣子 那你們就可以用prometheus 來去蒐集很多種matrix 那其實也可以搭配 像是我下午有一個演講 也是 也是在 也是在蒐集很多matrix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其他網路設備 你都可以用 好 然後 learn manager的話就可以 接受通知警報 然後你的lunist 你的lunist container 就是 因為開啟之後 你的container 再也不需要去root的權限 這樣子 好 那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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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謝謝大家 就是參與到這邊 那就是 那希望的話就是 你們幫我掃一下QR code 然後 然後來 然後幫助我們這個工作坊 可以不會來辦得更好 這樣子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問問提 你想要問什麼 然後 問問問問問 因為 PARMAN 他是可以做 裡面的那個 為了支援監控 對他可以 就是他就是變成是說 我在PARMAN裡面 來去監控PARMAN 那他能夠跟C的Pyzer一樣 C的Pyzer可以去監控Parmament的遊戲 或是他們會有不喜歡的遊戲 你說用哪一個 C的Pyzer Pyzer C的Pyzer CGroove的一個工具 C的Pyzer C的Pyzer 那個我沒有用過 CGroove的那個我沒有用過 CGroove的那個我沒有用過 嗯 有問題想問的嗎 有什麼關係好像有被 有被Cue掉 對 蛤 因為我 因為我這邊在測 就是 應該有 我不曉得是不是BUG 就是因為我剛剛測的時候好像沒有 就是 就是我在昨天也在測的時候 其實也有BUG 就是你去看那個Journal CT Journal CTL 我在上面有命令 他的 他在下面就是會有一個Journal CTL R 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LOG 因為他在LOG的時候會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你在登出的時候他其實會把 這是在最開始 我應該把他倒過來的 R就是一定倒過來的 所以不用 對 R是已經倒過來了 再往下一下 對往下一點 對往下一點 他其實這邊就會 其實他那個 如果你回到登出了那時候的時間的話 他就會把 他會把一些C1的東西給砍掉 那個是他container執行的東西 就是他會寫到C1被砍掉的東西 對 對對對 他這一段 我今天應該就是這一段附近 他這邊才會啟動這樣子 可是他登入的時候 可是他登入的時候 CREATE 對這個要找一下 對這個要找一下 謝謝 嗯 這個燈 這個要自己鍵 因為我上面有鍵 好鍵喔 然後 那 我用我的IP 然後他會 你要套 你要套你的 那個Pyvate Key 你的Key要帶路啊 Key是在 怎麼在這一段 我到這邊然後 然後就 然後你就可以 然後等一下有問題的可以 可以來問我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